中學文憑市、中英文和通識必修科的筆試都已經完成 首屆文憑市一共有69,000名考生應考 考評局熱線至今接獲3000個查詢 考評局說不可能做到零事故 認為整體運作順利 在一個這麼大型的考試之中 有少少的問題出現是正常的 我們都看回以往的統計 那些數字來說其實都是正常的 所以我們說整個考試暫時都順暢是這樣的意思 我想大家都不會相信一個這麼大型的考試 會有零事件發生是不可能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看我們覺得都可以滿意可以接受的 他說至於早前有考官遲到 他們表示會記錄在案 強調考生不會受到影響 而對於通識科的史卷必答題涉及政黨政治 有考生認為太深 主席吳克健說不同人對考卷的深淺程度有不同的看法 出題是為了應付社會未來的挑戰 及回應2017年的普選 百無禁忌 因為我們做出來最重要是讓每一個同學有機會 應付未來的社會挑戰 而這一類的資料放出來 都是他們日常會接觸到的一些事宜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避忌說應該問還是不應該問 因為2017年他都要去補選的 他都要接受這件事 下評局稍後會同教育局就民憑市進行檢討 預料明年二、三月會有報告 假如要進行較大的調整 會先被教師及學生適應 三年後才落實推行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王嘉林報導 明建議 對 他早晚會 我先來教讀